我現在要來訪問的這個媽媽呢 也是一個非常用心的媽媽 王以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以露 非常好 以露的女兒非常非常的可愛 她叫做白酒丹 對啊 我還好在叫她丹丹 然後我都叫她媳婦 因為我看到她就一見鍾情 覺得她真的是超可愛 大概現在還是多大了 呃 快一歲六個月了 臉書上就有看到一些 她們在互動的影片 寶寶 眉眉 眉眉 對 眉眉 眉眉 對啊 一開始也不敢讓她接近小孩 那你先看 先觀察 她在她那個房間 我們在我們這個房間 每天蛋蛋去跟她打個招呼 蛋蛋這樣其實 摸一下她的頭 然後跟她的身體 兩個接出去越來越好 到現在蛋蛋可以整個躺到她身上 那但是我覺得 如果家裡面有狗狗跟小孩子 尤其剛剛生完小孩子 把狗狗接回家的時候 這真的要慢慢來 對 不要吵著狗狗 也要給狗狗時間 對 那你也像每一個狗的個性不一樣 有的狗可能就比較猛 也許會真的不小心傷到小孩子 所以很多爸爸媽媽會想要把小狗送走 那我覺得這事在人為 其實要用這方法 要用這方法 你要給牠們時間 你要給狗狗 你要給狗狗足夠的愛 然後才可以好好享受 我現在很愛帶牠去超市 牠現在已經是小幫手 可以在後面 可以小車跟著我 然後邊跟著我 我都覺得牠很可愛 牠突然間發現了 某個飼料 狗飼料的牌子上面 有一隻黃金葉犬 因為我們家狗狗叫美美 牠就說 咪咪 牠就用牠認識的東西來逛這個超市 我覺得再大一點 牠就會開始幫你照顧兩隻狗狗了 牠現在已經會偷偷把牠吃的東西 其實 依妳 美美 分享 我們家以前小時候也是 我弟弟會把餅乾 送給狗狗 但是狗狗有時候 牠沒有意識到說 你只是要給我咬一口 牠整個吃下去了 然後就很生氣小狗狗 然後把牠嘴巴一看 所以把那個餅乾挖出來 那個狗就 可是狗也很乖乖啊 對不對 對 其實狗狗是真的會疼愛小朋友 我覺得很多的人是我懷孕了 反而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不適合養蟲 我甚至是把蟲送給我 千萬不要這樣 因為 牠就這輩子就是 就只有你一個主人了 對 牠認定你了 你再把牠送給別人 以我的觀點就是 你養了牠 我這輩子就是 牠都更定我了 小孩跟我們家的毛小孩 跟我們家的狗狗一起成長 這是非常好的事 你可以叫牠對於動物的愛 嗯 牠知道怎麼樣跟狗狗相處 然後狗狗也給牠的愛 牠也給狗狗的愛 牠才可以好好的相處 好可愛 有時候也是另外一種兄弟姐妹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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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